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oE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Webpack的模板工程 咱们上一期呢 讲了VoE命令给咱默认自带的 六个官方工程嘛 对不对 今天呢 咱们就基于最人气的 是用户最多的 Webpack呢 咱们建一个自己的WebAPP 好 该怎么做啊 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建立Webpack的模板工程 好 咱们先看一下它的官网 官网啊 官网其实上期咱们看过 今天咱们再看一下 就这个 这些官网 而且有简单的使用方法 写的还算是比较详细 因为我这些个 目录我都大概读过一遍啊 还算是不错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 目前好像说 它没有中文 应该是没有中文啊 这个官网的这个 home page咱一会儿再看 咱们先往下看啊 实战演习 为什么先往下看 因为咱们一会儿呢 用这个Webpack呢 要初始化一个工程 非常花时间 所以说我呢 先把它给做了啊 怎么做 看啊 VUE空格init 这是初始化命令 再空格 然后Webpack 这是模板名 然后再空格 myweb 这是目录名 或者说咱们自己的应用程序名 咱们马上运行 显得少叙 因为这个一会儿花时间 空格Webpack 这个花多少时间 其实跟您的网络状况有关系啊 我的网络其实不慢 但是呢 因为它下载的文件比较多 所以说呢 咱是先把它做了 然后咱再讲其他的啊 好的 试试啊 我看VUE init 稍等一下 我先给您看一下 我现在使用的版本啊 2.6.3 跟它上期装的一样啊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啊 init webpack myweb 回车 OK 它正在下载模板 这个不花时间吧 对不对 主要是下载第三方库 花时间啊 好 这是工程名 咱就叫myweb 没有问题 工程描述 一个VUE的工程 没有问题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或者说是作者联系方式 这个地方呢 是说 您只装运行时 还是说 再装上一些个编译器 我非常推荐装编译器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的 咱们动态组件 您如果只装运行时的话 它是不能够动态编译的 所以说非常推荐 使用上面这个啊 这个是装路由 因为我叫课件中 会讲的路由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肯定选yes嘛 对不对 这个是说啊 这个是ES的 这个语法检测器 这个非常麻烦 我选no啊 不过推荐您选yes啊 这是单元测试 也选no 然后E2E 这个测试也选no 这地方是说 包管理器 您用什么 一个是NPM 一个是叫什么 样是吧 样是这个Facebook 也出的一个包管理器 好像现在好多工程都用它 但是呢 我更习惯用NPM 为什么 咱们是node系嘛 对吧 好 咱们就选择这个NPM go 接下来我看啊 应该是比较花时间 你看现在正在是漫长的下载 咱就不管了 咱们看看官网啊 这个官网是说 这个webpack 给咱们提供的目录结构 咱边看一下 这目结构 这是编译的目录结构 这是设置 这是原代码 这非常重要 咱们今后所做的很 几乎所有的这个组件 几乎所有的原代码 都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是静态 这是静态目录 这个放咱们这静态文件 比如说图片 CSS都放在这 测试目录 测试目录 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吧 这是E2E 还基于浏览器等等测试 都无所谓了 接下来是巴贝尔 因为咱们用了这个VUE开发 命令行方式开发 它其实是使用ES2015 或者叫做ES6的语法 而且它用这个巴贝尔的第三方库 所以说您应该要掌握 起码一定要知道 ES6的基本语法该怎么用 其实我还会开一个ES6的其他课程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好 咱们再看下面这文件 这是编辑器的一些设置 这都不管了 这是这个语法的测试的文件 这个我就没装 所以咱们不管它 这是初始化的文件 index 一会咱们会看一下 这个文件非常重要 package json 这是什么 这个是node.js的包管理的设置文件 稍等我看看它是不是正在装 OK 这个一会儿我会详细给您讲 下面这readme文件 这没什么说的 我看这个是接下来 它是编译命令 这命令一会儿都会给您讲到 如何运行咱们开发 如何运行这个web server 因为它这个模板给咱们带了一个web浏览器 咱们如何运行 然后如何编辑文件 如何动态显示 都是靠这个命令 然后下面这个run命令 是打包 比如说咱们开发一个用程序 比如咱们做一个google的以前的reader 行吗 然后咱们想发布时 要用这个命令进行打包 把咱们所有的原文件打包成 而且还加密一下 变成咱们的java脚本和htm文件 然后部署给用户 大概是这个过程 下面这个单元测试 报这个语法测试 这个我想不作为我进阶课程的内容 不过现在我还没有定 因为前两个我肯定是要做 这个做不做 我还得再犹豫 因为我在工作中 这个其实用的并不多 但如果想做的话 如果比如有朋友说 你还是做一做 给讲讲吧 没关系 那我再给您讲一下 这个无所谓 好 巴贝尔的设置 这个没关系 这个是走的ES 刚跟您说ES2015 或者说ES6的语法 然后Linter 这是语法测试 是预处理 预处理也非常的重要 这个有机会 我给您细说 它用到了 其实这个怎么说 有的朋友喜欢用SaaS 有的喜欢用Less 这个是跟您的习惯 其实无所谓 这个都可以咱们自己去定制 然后处理静态文件 处理静态文件 这个也没什么 这都是一些图片 包括一些这个CSS 一些个通用的CSS 都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环境变量 这个是标准的Node.js 或者说不是Node.js 应该是标准的ES6的输出方式 然后集成后端的框架 这个以后有机会给您说 这个比如说 咱们做一个server 什么呢 会用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是API的结构 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是在自己的本地 local这个地方 建一个代理服务器 因为为什么 因为咱们用这个Vue开发 开发不都是静态吗 换句话说 开发网页的部分 后台的部分该怎么做 咱们该怎么访问 需要用到一个代理 能够访问 他用的 因为他也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他用到这个HTP代理这个模块 来模拟一下 我都是同一台服务器 其实呢 后台咱们还架一个 比如说再架一个Node.js的server 再架一个Luby 再架一个Android server 是另外的话题 这个有机会吧 我会给你讲到 然后单测试 端对端测试 这都没什么 有机会会给你讲 我看看这装完了没有 好 还没装完 那咱们再装完了 好 正好啊 装完之后 那咱们马上运行一下 因为他就写了嘛 进入myweb 然后呢 运行这个命令 咱们先运行之前 先回到我的课件 先看一下 我这也这么写的 大家请看 进入刚才咱们的这个 用程序的目录 咱们先进一下 但是先不运行 咱们看啊 有两个运行方式 一个是DV 一个是build 干什么 刚才跟您说了 这是咱们开发时 经常用到DV命令 build呢 是咱们发布时 才会用到我们 对不对 这两个命令 实际上运行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 其实就是在这个原文件 目录下面 这个package.json里面写着 在哪 在这个地方 script 脚本 大家请看 我npm runDV 其实就是走这行命令 就哗哗哗哗 这么多 就是运行这个 然后它有一个叫做npm start 这start干什么 就是在运行npm runDV 换句话说 这两行 其实执行的内容 是完全一样 您运行npm runDV 也行 运行npm start 也行 无所谓 看您习惯 接下来还有一名 叫什么build 这是什么 打包吗 输出 这个只有在咱们发布时 才会用到 让我们要玩 这个文件 我再想给您讲解一下 下面的地方 就是咱们的工程依赖 大家看 现在咱们的工程依赖 两个库 一个是VoE 一个是VoE router 对吧 是这样 因为这个webpack的工程 相对比较老 它和VoE的工程不同步 因为咱们VoE的版本 应该是出到2.5.15 还是16 应该是最新的 它现在只到这2.5.2 老版本 对吧 所以怎么办 咱们比如说 可以把它去掉 然后咱们把这个 变成最新版本 怎么变 咱们看一下 这个最新版本 在这地方 挑github空格 然后VoE 然后咱们进它的 官方的这个github 看一下现在最新版本 是多少 点这个release 这beta版 跳过不看 大家请看 这最后release 是多少 是2.5.16 对吧 所以说 咱们把这个地方 模板很老 对吧 咱们改成2.5.16 没有问题 下面这个VoE router 这个是最新版本 就是3.0.1 这个没有问题 我把前面这个小型号去掉 这样咱们就精确指定版本 这个我非常推荐您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在做 这个node这些项目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呢 是加上的监管号的 结果 我用到一个request的库 它API变了 结果它在我的 这个生产环境中 直接就给我覆盖了 导致我这生产环境爆错 所以我查了半天原因 所以我推荐您 这个地方 要精确指定版本号 没有之一 没有之一 这话又说有点奇怪 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我是极力推荐 用在生产环境过程中 OK 那咱们马上执行命令咯 咱们先执行什么 大请 npm run dv 咱们试一下 在咱们的这个APP目录下 npm空格 run dv 当然了 这个地方 你说咱敲start行不行 完全一样 效果完全一样 咱敲run dv 试一下 它是编译咱们的所有的组件文件 然后生成临时的web包 然后运行起来 大家请看 它默认给咱们带了一个web浏览器 不是在这个叫浏览器不像话了 带了一个web server 咱们把它拷贝过来 然后在本地8080端口 它开了一个服务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就是web pack模板子 给它们带的默认的主页 其实没什么内容 对吧 咱们就基于它进行编码 好 那咱们再试一下这个编译命令 比如说 咱们给客户提供的这个应用程度 就是这样了 那咱们要把它编译打包 怎么打包呢 马上试一下 这地方我敲npm 然后run 咱们再得run一下 对吧 这地方大家注意 只有这个start 不加run 其他的都得加run 这是这个npm一个特殊的地方 咱们试试 run 然后build 回车 它正在给咱build 这个时间应该不长 看您这个系统的文件有多大 有多少 应该马上就能过 你看 building for production 为咱的产品模式进行编译 编译好 成功之后 看其实咔嚓给它编译完了 咱们看一下 编译完的目录在哪里 大家请看 在myweb下面的 有个叫做什么 dist 发布文件报 就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它给它生成了一个index文件 还生成了很多静态文件 一堆css 还有一堆java脚本 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加密的 非常不错 可读性的非常差 为什么 它被混淆化了 这样咱们发布时候 用build命令进行发布 怎么说 也别于咱们版本管理 比如说我发布1.0版本 发布1.0.0版本 1.0.1版本等等 咱们通过这个进行发布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如果说 咱们用get管理的话 咱们还可以给它挡标签 不方便咱们代码的管理 下面这个我就不给您演示了 这是node 这是code点 这是什么 这是启动vscode 打开当前目录 这个不给您演示了 好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byl工程 刚才其实给您说了差不多了 比如说这个src 这个是原文件夹 进行咱们就基于它进行开发 对不对 然后dist 这个是咱们打包后的文件夹 然后pockets 是这个项目工程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 我建议您把这个文件通读一下 好 以上就是这节课 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您实际把这个vue装上 然后咱们直接数据化一个app 您再运行一下 就能够理解咱们这项客所说的所有的内容 好 今天的内容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今天我的代码会放到开中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YouTube跟YouQoo 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观看 为什么 因为YouQoo转码有问题 所以说推荐您使用YouTube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